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台风盖米和莲花在中国湖南省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 至少30人死亡,35人失踪 这些热带风暴带来的暴雨和强风摧毁了基础设施 导致大范围的洪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尽管救援队已经开始行动,但仍有许多人需要帮助 中国政府已经提高应急响应级别,全力支持灾后重建 然而,挑战仍然巨大,特别是面对未来可能更多的台风袭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三中全会的风暴,自然灾害与救援故事 中国南部的湖南省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自然灾害 台风盖米的强烈侵袭,有于30人遇难,35人失踪 这个风暴不仅在湖南省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也波及了更广泛的地区 暴雨和洪水摧毁了基础设施,使得许多城镇与外界失联 直到救援队在周四终于到达,这些被隔绝的地区才开始恢复联络 狂风暴雨中的湖南 台风盖米最初于7月25日晚上在中国登陆 当时的风速接近每小时110公里 暴雨伴随着猛烈的风力一路向西北方向移动 给湖南省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气象预报员估计,降雨量可能在150至250毫米之间 而高海拔地区和沿海地区的降雨量甚至可能达到400毫米 湖南省的滋兴市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滋兴市一共8个城镇被洪水和泥石流袭击 基础设施和电力网络被严重破坏 导致这些地区自上周日以来与外界失联 据美联社报道,截至周四中午 滋兴市的洪水损坏的道路和通信设施已基本恢复 搜索和救援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失去与重建 在台风来袭后,湖南省的农田也受到了重创 据南华早报报道 超过150万亩的农田被洪水淹没 许多村庄和乡镇被摧毁 面对这一严峻的局面 中国政府迅速提高了应急响应级别 以更好的协助灾后救援和重建工作 中国应急管理部表示,将全力支持湖南省进行灾后重建 确保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 在资新市,小村庄中的居民看着家园被洪水吞没 眼中充满了绝望 一位名叫张伟的村民告诉中央电视台 过去几天就像是噩梦 我们的家园被毁 许多人失踪 我们只希望救援队能尽快找到他们 张伟的声音充满了悲伤 但也透露出一丝希望 救援行动与政府响应 周四,中国总理李强亲自前往视察灾情 并告诫地方官员要全力以赴进行防洪和灾后救援工作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李强站在洪水泛滥的村庄中 面色凝重地对媒体表示 我们要做好防洪和灾后救援工作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与此同时 救援队伍也在紧张有序地工作 新华社报道 救援队伍正在尽一切努力搜索和救援失踪人员 并按照不放过任何一丝希望的要求 尽最大努力进行灾后救援工作 更广泛的影响 台风钙米不仅影响了湖南省 还波及了更南方的地区 如台湾和菲律宾 台风在台湾引发了严重的洪水 五个乡镇的降雨量 总计超过1285毫米 由于台湾的山地地形 台风钙米偏离了预测路径 在花莲海岸附近徘徊了六个多小时 最终未能在7月24日晚上登陆 更南方的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也因台风钙米加剧的季风降雨 而遭受了严重的洪水灾害 菲律宾政府同样迅速采取措施 努力减轻灾害的影响 天气预报与未来展望 国家气象局预测 8月份还会有2-3个台风袭击中国 可能会影响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 它们还可能北上长江以北 对不在台风常规路径上的北部地区造成影响 面对如此频繁且强烈的台风季节 中国最高领导层以命令官员们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 包括钙米在内 截至7月底 今年太平洋已经生成了4个台风 约为平均数量的一半 但其中三个位台风在中国登陆 而平均每年通常只有两个半 结语 台风钙米给湖南省带来的灾难 提醒我们自然灾害的不可预测性和破坏力 尽管灾情严重 但在政府和救援队伍的努力下 灾区的恢复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受灾群众虽经历了失去 但在救援行动中看到了希望 在这个夏季 更多的挑战可能还在前方 但中国人民将团结一致 迎接每一个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台风钙米和台风莲花 分别在近期对中国湖南省造成严重破坏 导致多人死亡和失踪 并造成广泛的基础设施损坏 和农田淹没 这些台风带来的暴雨 洪水 泥石流 和山体滑坡 对当地居民和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 迫使中国政府提高应急响应级别 并全力展开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 台风钙米于7月25日晚上 在中国登陆风速最高 接近每小时110公里 随后向西北方向移动 带来大量降雨和强风 湖南省的暴雨和洪水 波及8个城镇造成至少30人死亡 35人失踪 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电力网络被摧毁 导致多个地区短暂与外界失联 直至周四 救援队才得以进入这些地区进行救援工作 截至8月1日中午 受台风钙米影响最严重的 资星市八个城镇的道路 便利和通信基本恢复 搜救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中国应急管理部表示 将全力协助湖南省进行灾后 重建和救援工作 台风莲花则于上周横扫 菲律宾和台湾造成严重破坏 随后于周末袭击中国福建省和江西省 并向内陆移动到达湖南省 据报道 台风莲花在湖南省 造成了30人死亡 35人失踪 影响超过120万人 并淹没了超过150万亩的农田 资星市是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 有11万8000名居民 受到洪水、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的影响 自周四中午起 当地的道路和通信设施 已修复或恢复 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国家减灾委员会 已将湖南的灾害应急 响应级别 提升到第二高 以更好的协调救援工作 并支持地方当局 援助受灾民众 此外 热带风暴钙米 还影响了中国东北部和朝鲜 导致两国间的鸭绿江水位上升 引发洪水 中国总理李强 在视察受灾村庄时 强调权力搜救失踪者的重要性 并要求地方政府 做好防洪和灾后救援工作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今年夏季的台风季节 风险特别高 包括莲花在内 截至七月底 太平洋已生成四个台风 约为平均数的一半 但已有三个台风在中国登陆 高于通常的平均每年两个半 国家气象局预测 八月份可能还会 有两到三个台风袭击中国 对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 以及不在台风常规路径上的 北部地区造成影响 这些自然灾害凸显了台风季节 对中国南部地区的严重威胁 并考验了中国政府及地方当局 在应对灾害方面的应变能力 和救援效率 随着气候变化加剧 未来台风的频率和强度 可能会有所增加 进一步挑战这些地区的防灾 和减灾能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让我们首先向那些在这场灾难中 失去家园和亲人的人们 致以最深切的同情 然而 我想指出的是 这次台风事件充分显示了 中国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 迅速应对和救援能力 中国政府已经证明了 他们的应急响应系统是多么高效 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 从历史上看 中国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 一直有着出色的表现 例如2008年的汶川地震 和2016年的长江洪水 这次的台风盖米同样 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人民 在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和团结 楚天书 你这是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呀 中国的应急响应系统 确实有其优点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的漏洞和不足 你提到的汶川地震 没错 救援速度是快 但那次地震暴露出建筑质量问题 许多学校倒塌 孩子们不幸罹难 这次台风盖米 也反映出基础设施的脆弱性 特别是在偏远地区 这些问题让人不禁怀疑 这些救援行动是否只是治标不治本 你知道吗 在2020年的全球风险报告中 中国在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方面 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谢琪琪 我承认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风险管理方面 确实有需要改善的地方 但这并不否认中国在灾后重建和救援方面的努力和成效 你提到的风险报告也指出 中国在灾后恢复和重建方面的速度和效率是世界领先的 看看我们的邻国菲律宾和台湾 他们也受到台风的重创 但他们的救援和重建速度就远不及中国 这次台风莲花和盖米的应对行动 再次证明了中国的应急响应能力和人民的凝聚力 哎 楚天书 这就好像说 虽然我们的船在漏水 但我们的水桶很大 你这是避重就轻啊 你提到邻国的救援速度 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规模和资源有限 我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应该拿出更高的标准来衡量 就像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件一样 这些灾难曝露了我们在城市规划 和安全管理方面的不足 再说了 救援速度快是好事 但如果能在灾前就做好预防工作 岂不是更好 中国应该更注重防灾减灾 而不是每次都在灾难发生后 才手忙脚乱的救援 谢琪琪 你的观点有一定道理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现实的复杂性 中国地域广大 各地情况千差万别 要做到面面俱到的预防工作并不现实 正因如此 中国才不断强化应急响应和救援系统 以最大限度的减少灾害带来的损失 你提到天津港爆炸事件 其实已经促使中国在化学品管理和城市规划方面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这次台风盖米和莲花的应对行动 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在系统性改进方面的努力和进步 楚天书 我们不能总是以灾后的改进来安慰自己 事实上 灾前的预防和规划更为重要 就像老子说的 治大国若烹小仙 治理国家要像竹小鱼一样细心 不能总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 应该更加注重借鉴古代的智慧来进行现代治理 就拿一和园的防洪设计来说 古人早已考虑到了排水和防洪问题 这些智慧应该被现代城市规划所借鉴 让我们的城市在面对自然灾害时更加坚韧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哎呀 台风盖米这次可真的是来势汹汹啊 首先 在湖南省的八个城镇中 暴雨和洪水所带来的破坏是毋庸置疑的 从天而降的滂沱大雨 似乎是特意来考验湖南人民的任性 结果就是至少30人不幸丧生 还有35人失踪 那些再也联络不到外界的城镇 直到周四才终于有救援队抵达 可谓是千呼万唤使出来啊 虽然基础设施和电力网络基本恢复 但搜救工作依然在进行中 希望能够找到更多生还者 中国应急管理部也火速响应 提升应急响应级别 力求将灾后的救援工作做到滴水不漏 台风盖米真的是一个不速之客 从7月25日开始一路狂风暴雨 带来了惊人的降雨量 这次的风速也堪称是风亡级别 预报员可真是忙得团团转 因为这种级别的天气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再来看看台风莲花 它可不是莲花般的柔美 而是暴雨和洪水的代名词 这次在湖南省自新市 台风莲花引发的洪水 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让人心惊胆战 11万8千名居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30人死亡 35人失踪 这真的是惨不忍睹 台风莲花在菲律宾 台湾先闹了一圈 又在中国的福建 江西上演了一场浩劫 最终在湖南省安营扎寨 农田被淹 道路损坏 通信中断 这些看似不可思议的灾害 其实每一件都真实发生了 新华社的报道 也证实了状况的严重性 好在救援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所有人都在为恢复正常生活而努力 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也已经在做紧急应对 李强总理的到来让人们感到些许安慰 台风季节真的是飓风来来 不能不防 尤其今年的情况更是严峻 接二连三的台风让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 到了美联社的报道 那真的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这次暴雨和热带风暴的双重打击 让中国东南部的滋星室犹如人间炼狱 死亡人数从最初的4人飙升到30人 真的是令人痛心 泥石流的威胁在周日又夺走了15条生命 让这个灾难更加雪上加霜 救援队伍忙得不可开交 用直升机运送救援物资 这样的景象仿佛只在电影里才能看到 尽管救援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失踪者的命运依然是未知数 总理李强亲自到场督战 敦促全力寻找失踪者 这种关怀让人们感到些许未见 这次热带风暴钙米造成的洪水不仅影响了中国 还波及到朝鲜 两国之间的压力将水位上升 丹东市和朝鲜一侧双双遭受洪水袭击 这真的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总的来说 这次的台风季节真的是一场猛烈 从台风钙米到台风莲花 无论是暴雨洪水还是泥石流都让人感到心惊胆战 中国各级政府和救援队伍也在全力以赴 希望能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台风是自然界的巨大威胁 但人类的坚韧和勇气让我们能够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 这就是所谓的风雨过后见彩虹 希望未来的日子里 天气能够放晴 给予这些受灾地区更多的安宁与希望 思想先驱爆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